避音节 掌握了开音节和避音节之后 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法语中的重音特点 语音与意大利语等其他的语言不一样 法语中的重音一定是落在单词或者词组中的最后一音节上 在法语里面 当我们每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打招呼 一般都用bonjour bonjour这句话是白天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 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 只要是白天都可以使用 如果是晚上见面天已经黑了的话 我们就不使用bonjour来打招呼 而使用另外一句晚上好bonsoir Monsieur madame mademoiselle这三个词 分别是先生夫人小姐的意思 Monsieur是先生 对方如果是男性我们都用monsieur来称呼对方 而对方如果是女性的话 已婚女性应该使用madame 而未婚女性应该使用mademoiselle 如果我们碰到一个陌生的女性 不知道对方已婚未婚的话 我们一般首先使用madame 好下面我们进入练习环节 请两位同学上来和我一起练习一下 我们刚才在对话中学过的一些剧情 好现在有两位同学到我们的讲台上来 我们假设这两位同学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请他们互相介绍 好 请不吝点 好 请不吝点 好 请不吝点 好 谢谢两位同学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到了走进法国这个环节了 在这一刻里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法国人见面是如何问候的 在法国两个人见面之后 除了说不用如何之外 一般有握手礼以及亲吻礼 亲吻礼一般在女士之间或者男女之间 两个人互相亲吻对方的左右脸颊两下 而男性友人之间一般来说实行握手礼 或者有时候也会用互相拥抱的方式问候 在法国 夏天晚上七八点或者冬天晚上五六点之前 只要天是亮的都可以用红束来问候 如果天黑了以后呢 就只能使用红色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一般在一天之中只说一次红束 而第二次见面就可以说合红束 或者只要微笑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就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 大家好 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法国人见面问候的方式 那么在这一课里面呢 我们将要学习法国人是如何订约会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课我们将要遇到的几个新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原音E 发这个原音E的方法 舌尖要抵着下尺 舌前部向硬额抬起 E这个原音特点是 口腔上下打开的幅度非常小 但是左右打开的幅度非常大 希望大家跟我读一下 E E 放在单词里面 跟我读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这课将要出现的第二个原音因素 第二个原音是原音E 那么原音E的舌位与开口度 跟刚才学的这个原音E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发原音E的时候 双唇要向前突出成圆形 请大家跟我读一下 U U 放在单词里 请跟我读一遍 DU SALU STATU Easy Easy 我们下面来看这课出现的第三个原音 原音E 发这个原音E的时候 舌尖要抵下尺 要注意 这个舌头不能卷起来 舌尖要抵着下尺 舌前部稍微抬起来一点 开口度跟我们上一课学的原音E是相同的 但是发原音E的时候 嘴尖要向前突出成比较圆的形状 大家跟我读一遍 E E 送在单词里面 请跟我读 Le Debout Vente di Venir 好下面一个原音 原音E的发音方法 舌尖同样是底下尺 舌尖部也是略向硬额抬起 嘴角要向后缩 开口度在原音E和原音E之间 请大家跟我读 A A 放在单词里 请跟我读 Gafe Sume Lise C 下面我们来看这课要学的最后一个原音因素 原音因素E 与这个刚才我们学过的原音E是相似的 但是发音的时候 嘴唇要向前更加的突出 同时口腔的肌肉更加的紧张 请大家跟我读 E E 放在单词里面 跟我读一遍 E Serve B B 好 这一课要学的原音因素 到这里就没有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课要出现的一些辅音因素 首先第一个辅音是辅音B 发这个辅音B的时候 上下嘴唇要先紧闭 气流受到阻碍之后呢 突然冲出口腔 同时声带应该震动 注意辅音B是一个着辅音 在发着辅音的时候 向大家注意发音的位置比较低 用声带震动 用喉咙来发音 这个音发出来的结果是比较浑浊的 请大家跟我读 B B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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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我们这一课要学习的第二个辅音因素 同样是一个着辅音 这个辅音是D 发辅音D的时候 舌尖应该抵在上尺上 那么气流受到阻碍之后 同样是突然冲出口腔 声带也是要震动的 请大家跟我读 D D 发着辅腐音的时候 还是同样要注意声带震动的问题 再跟我读一遍 D D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D Dat Dat Din 我们这课要学习的第三个辅音因素 是一个摩擦音 这个辅音是 发这个辅音的时候 注意上下牙齿摇紧 气流从牙齿的缝隙里面摩擦出来 请大家跟我读 Dat Dat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课我们要学习哪些语音知识 ド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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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